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天是礼拜六 我们刚刚出了纽约市 我们现在是在纽约的近郊 这个area 叫 Westchester 今天我们是要去缅因州 缅因州是美国的一个小州 我们要去那里的一个国家公园 不过我们先会在马省 就是 Massachusetts 停一下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康州了 Connecticut 这边是一个休息站 这里除了有加油站 还有给这个充电的 然后前面就是可以买吃喝 休息的地方 这个站的名字叫 Darren 进来了 这里面有 Duncan Donuts 有 Subway 还有一个 McDonald 是在另外一个路边的休息站 这还有免费的咖啡 免费的食物 Oh yeah I mean That's pretty cool It's a robot 目前这个地方还是算康州 Connecticut 这个休息站比较小 我们首先是在 Massachusetts 就是马省这个小镇 一个小镇停一下 这个小镇的名字叫 Salem 这个镇之所以这么出名 是因为在1692年的时候 这里曾经发生过 因为当时觉得有女巫 然后竟然有20多个人被处决 然后100多个人被抓到监狱里了 他们之所以觉得是因为女巫造成的 是因为当时有一些年轻的女性 忽然感到晕厥 他们觉得都是被女巫做法了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 在这个镇上抓女巫 这个镇上最多的店就是 卖这些跟女巫什么之类有关系的商品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小镇上 一个比较大的小Square了 这地方游客都比较集中 看我眼前这幅铜的雕塑 是1960年的时候 美国曾经有一个电视剧 专门是讲女巫的 最后一集就是在这个镇拍摄的 所以很多游客都是过来 到这个镇上来看 跟女巫有关系的事情 这个镇上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它的房子 这边的房子很多都是从 18世纪的时候盖的 很老很老的房子 所以整个小镇都是特别有英伦风的地方 这些面上面打的字 CM5是他们当地的一个银行 而且这个镇有一个特色就是 叫National Guard 类似于我们翻译成中文 应该叫国民卫队的发源地 眼前这种小房子就是它最早的灯后 就是相当于这个镇的政府 有些姑娘打扮成那个女巫的样子 周末这个小集市做的挺可爱的 人不傻在这儿 这些老房子是看不够的 这个CM5实际上是很大的 我们只在这个保护区 就是老城区这转来转 现在又开始下起小雨来了 这种雨天在这种Witchtown 其实走起来更有点意思 我正对着这个是 它这里一个最老的城堡 现在是一个教堂 小个多短 黑色的这个是Witch House 近看一下这个女巫的房子 这个地方已经是国家保护的地方了 National Heritage的一个一个site 这实际上是这个房子后面 旅游的车 这个小镇是Quaker 也是中文里叫贵阁教的一个聚集地 我们匆匆在这个小镇就看了一下 现在准备去下一站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集再见 Thanks for watching